好了,那么这样呢,我们来实现一下需求 看功能,看结果 25,30,35,40,45,50,55,60,65,70,75,80,85,90,95,100 绿了,是吧 前面的进度,以及这个打印结果的语句 这两个呢,都是由谁来打印的呀 下载器,对不对 都是由下载器来打印的 然后再往后呢,Hello World,这个是谁 这个是谁打印的 这个Hello World,谁打印的 你们刚才没看代码是吧 谁打印的 走二人 谁打印的 兔死是吧 王贵 谁打印的 是不是打一个呢 下一个 乔欣欣欣 在Zs里边吗 在哪 在哪 好,下一个 王磊 在那 我不会听那个 哪一个泪 什么什么泪 什么什么泪 哪一个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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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什么什么泪的 Deal with泪 哪一个泪 不好说 李博好 哪一个 不要交投接耳了 没用了 哪一个 哪一个 确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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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一个是person泪 一个是download 泪 对不对 一共就设计了两个泪 那你说 蒙也能蒙到啊 哪一个泪啊 你前面说download 泪 我说错了 下一个肯定说person 对不对 站起来这么多呀 person泪啊 因为呢 我们在这个person泪里面呢 去写了这样的一个方法 来处理数据的 那这不是打印吗 对不对 我们的需求 就是用户知道了 什么时候数据下载完之后呢 就打开刚刚下载的数据嘛 这个是这个需求啊 然后呢 刚才呢 我们是能够去实现这样的一个需求 但是这个需求 如果说用这样的方式来实现 告诉你啊 咱们现在做这种方式呢 是我给下载器传了一个user 看到吧 我给下载器传了一个user 是告诉了下载器 谁在下载数据 然后呢 在下载器里面呢 去记录了一下 我当前传的这个user 好 那如果说这个需求 那如果说这个需求 用这样的方式来实现 首先能实现吗 能 但如果说给分的话 满分是100分 用这种方式来实现 顶多不会给10分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说你用这种方式来实现这个需求 结果肯定是能实现的 那么这个其实跟什么似的 咱们在第一天讲过 cw console.write line hello world 对不对 那么如果说让你打一个句型 你写10个hello world 你写10行 cw console.write line 是不是也能实现呢 对不对 但是那样实现起来非常的麻烦 而且没有丝毫的变通性 在这也是一样的 在这也是一样的 你把这个user传过来 那完全可以拿这个user对象 去做这样的事情 能实现吗 能实现 但是这样做有很大的局限性 为什么 假如说今天我换一个类来调这个downloaddata 我今天不拿person了 我来一个dog类 这个dog也需要下载数据 那你怎么办 那你怎么办呢 就把它改成dog了 是吧 那问题是你这里面得写多少个呀 public person user public dog dog public server的 什么什么 你知道我要写多少类呀 不知道吧 所以每当有一个新的类 在使用这个下载器的时候呢 你都要写一个新的字段 藏此以往 你这个类中到底要写多少个字段来进入这个呀 是不是特别多呀 而且你在使用的时候还需要注意一点 我们前面说过 如果说user是个no 干嘛了 是不是马上就崩了呀 对不对 而如果说你用这种方式的话 user是很容易出现到的 因为你只可能给他设计一个 你说我拿一个robert 拿一个机器人 拿一个机器人对象呢 来下载数据 下载完之后 理所应当的 我应该拿这个机器人对象 来调这个什么deal with data之类的方法 而且呢 不同的类处理起来可能是不一样的 对吧 你看person类 他去做了一个deal with data 对吧 那如果是个dog呢 他可能就不是deal with data了 是另外一个方法 对吧 你再比如说robert 他下载到数据之后呢 可能又是另外一个方法了 所以如果说用这种方式来实现的话呢 对于person来说可以了 但是如果说换类 那么就意味着你还要重写代 所以我说呢 顶多只能给10分 因为没有丝毫的扩展性 那么这样的功能 我应该怎样实现呢 给大家说一个中继实现方式吧 ABCDFGH 好 那么把我刚才写的代码呢 全部拷贝过来啊 我把我刚才写的代码呢 全部拷贝过来了 然后我稍微的改动一下啊 注意啊 注意看我哪改动了啊 不要待会呢 呦 两个类都说不清楚啊 好 首先看下载工具类 首先看下载工具类 我们刚才实现了一个 实现了一个思路啊 就是我告诉这个下载器 到底是谁在下载数据 对不对 那现在这种方式行不通 因为如果说我要换一个类 这儿就废了 所以我把它去掉 所以我把它去掉 我不需要知道是谁在下载 然后既然把它去掉之后 那么剩下的 但凡是用到了user的地方 是不是全得去掉 还有一个是哪 这吧 好 但凡是用到了user的地方 全都给它去掉 那么我们来看另外一种实现思路 另外一种实现思路是什么呢 我还是把刚才可能出现的问题写这儿吧 什么你们忘了 不要使用传user的方式来实现需求 为什么不要使用呢 因为一旦牵涉到扩展 例如再来一个新的类 需要下载数据 那么 这里的代码 就得大概 public person user 不要使用传user的方式来实现需求 因为一旦牵涉到扩展 例如再来一个新的类 需要下载数据 那么这里的代码呢 就得大概 所以怎么做呢 这样做 我们呢 就让 这个下载器 让这个下载器 在数据下载完成后 触发 一个 回调 触发一个回调 什么是回调呢 简单来说 就是在一个类中 调用 另外一个类中的 方法 然而其实呢 callback 回调呢 叫callback 叫callback 很容易想到是callback 什么back呀 后面的方法 对不对 后面的方法 但其实呢 这个并没有一个什么先后的顺序 并没有一个先后的顺序 而是呢 在一个适当的契机呢 在一个类中去调用一下 另外类中的一个方法 那么其实呢 这个叫回调 这个回调并不指的 我们代码的一个先后顺序 而是指的一个执行逻辑的先后顺序 比如说 咱们站在用户的立场来想一下 首先 首先啊 我去呢 实力化的一个下载器对象 然后呢 让这个下载器 帮我去下载数据 那么这个下载器呢 进度在不断的往前走 5% 10% 15% 20% 一直到95% 100% 那么当他这个进度下载完了之后 是不是要回过头来 是不是要回过头来 告诉这个用户 我下载完了 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 就是回调 这样的一个过程 就是回调 啊 就是回调 那么 既然不能用这种方式来实现 我们应该怎样去实现呢 这样实现 public delegate 委托 对于用户来说 我只需要你下载器告诉我 什么时候下载完了 就可以了 那下载完之后 我做什么事情 跟你有关系吗 有关系没有 没有关系 你只需要告诉我 下完了 就OK了 啊 所以 public delegate 我们来一个下载完成之后的一个回调 对吧 download complete 啊 忘了 void 下载完成后的委托 数据下载完成后的委托 download complete 啊 然后这个result呢 这个result就表示啊 下载到的数据啊 这个result就表示下载到的数据 我们先声明这样的一个委托啊 声明这样的一个委托 然后再来 既然不能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 那么就根据咱们今天上午讲的委托来做 来做一个download complete 来做一个download complete 当然是public啊 做一个download complete 这个complete是不是一个方法呀 能理解吗 这个complete它其实是一个方法 啊 其实是一个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呢 当数据下载完了之后 直接调用 下载完成的委托方法 那么对于下载器来说 你知道你要调用的这个complete 到底是什么方法吗 知道不知道 对于下载器来说 你知道这complete到底是谁吗 不知道吧 但是没关系 但是没关系 对于下载器来说呢 直接去执行complete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下载完的结果呢 告诉他 你下载到了hello world 你下载到了hello world 直接把结果告诉他就行了 剩下的 让他们自己处理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下载器 就设计完了 就加了这样的一个download complete 加了这样的一个委托 这样的一个委托 然后回到person lane里面呢 回到person lane里面 那么其实和刚才呢 在传user呢 是一样的 和刚才传user的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要去先设置下数据 下载完成后的处理方式 就是to.download 应该是to.complete 是 这complete这个什么样 是一个委托吧 word的返回形 stream的参数 这个是不是 是不是 是啊 所以呢 在这 to.complete 我们就直接把divvdata呢 去给他设置上 complete之后呢 我要执行这样的一个方法 所以 接下来to.download data 去下载数据 下载数据呢 开始 读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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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下载到百分之百之后呢 去掉complete就可以了 complete是谁啊 就是person里面的 deal with data 这个是一个完整的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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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回调呢 是我们用委托来实现的 用委托来实现的 那么 我们来看效果吧 效果和刚才是一模一样的 效果和刚才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进度有点慢 下载完成的数据呢 叫做hello world 叫hello world 和刚才是一样的 好了 那么这些呢 是我们说的一个 委托实现的回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